鬼剃头 村子后山的一片荒林中 那里是村里人死后埋葬的墓地 此时深夜二十三点三十分 三个男孩并排在林子里面的小路走着 小鸣 我们还是不要走了吧 大雄在小鸣身后小心翼翼地说着 身后的阿丽嘲笑道 怎么了大雄 没有哆啦A梦 胆子就小了是不是 小鸣也是一脸的不屑 就是 白天说得好好的 怎么这时候退缩了 被同伴嘲笑一阵后 大雄再也不好说半句 乖乖地跟在他们身后 眼看着越走越远 不禁又问了声 可 可是 我 我们真的要在这里住一晚吗 怕什么 难不成你真的相信有鬼啊 小鸣有些烦躁地吼了声 因为此时 他也有些心虚了 但这件事情 是他先提出来的 所以又不好认怂 但大雄在身边一直碎碎念 所以才愤怒地骂着 不过多久 眼前出现了一间破庙 三个人的心情好了许多 因为总算走到头了 进了破庙 迎面而来的是院子中 可以摸过七盖的荒草 看上去就是很久没有人来打理的样子 庙里正中 是一尊佛像 走到两边各有两口棺材 这里是从文革年间就荒废的破庙 后来就改成了一桩 这四口棺果是暂时放在这 过后落叶归根 反送家乡的 所以这里每一口棺材都有个死人在里面 阿丽不禁开玩笑道 哎呀四口棺材 咱们这里还少一个人呢 小明冷笑道 哼待会儿你在这里睡到半夜 说不定就会多一个人了 大雄捂住耳朵 你们不要说了 小明和阿丽相互对视了一眼 笑了笑彼此心照不宣 两人同时放下背包 从里面取出白色床单 换下棺材上蒙的白布 各道了句对不起了 然后躺在上面 故意把大雄丢在一边 大雄叫道 你们疯了 这样会对尸体不敬的 阿丽闲瞄了大雄一眼 嘲讽道 那你就睡到地上 胆小鬼 大雄摇头道 不行 我们还是走吧 来这里看一眼就好了吧 小明道 那你自己一个人走好了 不过现在差不多十二点钟了 一个人走在小路上 说不定更可怕哟 大雄整个人都要哭了 干脆真的把庙里地上干草 随便拢一拢 然后铺上白布丹 胡乱躺下 阿丽又开玩笑地吓唬他 当心地上有蛇呀 大雄把身子全缩成一团 双手紧紧地捂住耳朵 不去听他们讲话 想着闭上眼睛 就算睡不着 挨到四五点钟 天亮了就好 结果反正真的睡着了 小明和阿丽也睡下了 朦胧中 小明听到有嘻嘻缩缩的声响 难不成真的有事 难不成是大雄起来了 他心里也开始害怕 感觉鸡背发凉 开始后悔自己来这里 嘻嘻缩缩的声响 越来越明显 是杂草的响声 大雄应该是睡在杂草上 小明这样想 但是还是不敢睁开眼睛去看 过不久 响声忽然消失了 小明张开眼 虽然是夜里 但月光很亮 小明可以看见庙里的情形 十二点钟到现在 这月光依旧是原来的位置 今天是十五啊 小明也没多想看着大雄的背影 刚刚明明听到杂草声 八成是自己在做梦吧 小明这样想 心里又涌上一个坏念头 小明看了看手表 凌晨两点钟 他转身瞧了一眼旁边的阿力 用脚踢了踢阿力 阿力被惊醒 瞪了他一眼 你干嘛呀 阿力揉着眼睛抱怨 小明指了指地上的大雄 还是捂着耳朵 缩成一团 然后低声对阿力说 哎 我们戏弄他一下 你要干嘛呀 他本来胆子就小 你别再吓死他了 阿力有些担心 小明本来也害怕 所以不敢再睡 又不好讲出 所以叫阿力一起戏弄大雄 搞不好可以挨到天亮 他悄悄地下了棺材 从地上的包里拿出一把剪刀 悄声跟阿力说 我们剪他一缕头发 做成鬼剃头的假象 第二天吓吓他 那时候反正也是白天了 他应该不会被吓死 阿力也点头同意 两人悄悄走到大雄背后 一个轻轻扯起头发 另一个去剪头发 不一会儿 便在大雄的头顶 剪出一块小秃顶 两人对视一眼 各自忍住笑走开了 你们在干嘛 是大雄的声音 他醒了 但是声音分明就是出现在庙门口 阿力手扶着棺材 小明在背包里放着剪刀 两人此刻 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庙门口 大雄就站在那呆呆地瞧着他们 两人同时看了地上一眼 那位子空无一人 然后就瞧着大雄 你怎么站在那儿啊 大雄不解道 地上睡得太凉 我肚子突然不舒服 本来想叫你们 又怕被嘲笑 只好自己仗着胆子去大便了 那刚才地上 那不是你 两人一口同声道 各自背后都起了一层冷汗 大雄也开始有些发抖了 都说了我刚刚去大便了 地上哪有人呢 你们不要吓我 大雄越发的奇怪了 从进门开始 眼前这两个人讲话就很一致 难不成 刚刚商量好了 趁自己大便密谋吓唬自己 想到这儿有些生气 你们两个到底闹够了没有 两个人在不理大雄的问话 一起跑到庙门口 拉起大雄就往外走 你们到底想玩什么呀 大雄一边被拉着往前走 一边叫着 猛然 瞧见眼前两个同伴的背影愣住了 小苗 阿力 你们的头怎么了 小明和阿力 同时停住脚步 往头上一摸 发现 各自的顶心偏后部 有一块斑土 小明和阿力 大雄一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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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和阿力 小明和阿力 大雄一摸 大雄一摸 北市 小明和阿力 大雄一摸